第四 七 八 二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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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大家好歡迎收看步步 為 銀我是阿諒 我們來看下今天這個行情 各位你看起來指數好像沒有什麼激情 成交量能的部分又再度說到650億之下 你一定覺得這個行情沒什麼好玩的 對不對 但是各位 我們的股票呢 它怎麼走 821的情城 今天有沒有再度跳空漲停板 各位你自己看看 它強不強 早盤一開盤 它就是強鎖漲停板 一架鎖到底喔 對不對 所以各位你可以注意到 當它要噴出去之前 這個地方 我有沒有在節目當中 公開跟你做預告 所以這也印證了我所說的 這個階段 行情它雖然會出現震盪 但是呢各位 你只要能夠掌握到對的股票 你今天還是一樣可以非常的開心 還是一樣可以賺漲停板嘛 對不對 所以說來到這個階段 各位股票絕對不是亂買 你喜歡亂買的 你自己買買看你就知道了 這兩天的行情 如果說你買不到正確的標的 你操作起來一定覺得卡卡的 對不對 買這檔也賠錢 買那檔也賠錢 買這檔又不會賺 買那檔又不會賺 那當然嘛 你會懷疑這個行情 是不是走空了 要開始放空了 我說各位 要放空的時候 我一定會通知你 但是在此之前各位 只要掌握住一個原則就好了 我們去避開短線上可能 偏弱勢的股票 先把它避開 把資金集中到什麼 短線上它已經完成整理型態 準備開始突破的標的 你這麼做就會輕鬆了嘛 所以我說各位 你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你今天如果說有賺錢 你的方法絕對是對的 很簡單嘛 就是事後論 實際的績效如何 來做一個結論嘛 你今天賺錢了 各位你就是來搶錢的 你被搶 你如果說你沒有賺錢 那各位你就是來被搶的嘛 那你為什麼會被搶 就那個方法嘛 你沒有那個方法你怎麼做 你沒有那個方法各位 你很容易就輸了嘛 對不對 莫名其妙錢就不見了 那該怎麼辦 我說各位 所以現階段 我怎麼提醒你的 我不斷告訴各位 這個階段 不是說所有股票都不能碰喔 而是你能不能夠掌握到正確的方法 這過程當中 我不斷怎麼提醒你的 我說各位 現階段呢 我不敢跟你保證每一檔股票 它都會有五成一倍的空間 我不敢這樣跟你保證 因為來到這個地方 很多股票前面早就漲五成一倍了 對不對 但是呢 短線上每一檔股票 要如何去掌握住個股的10% 這個怎麼做 我說這還是有辦法達成的 因為檔股票呢 它不論漲點也好 它中間一定會出現什麼 反彈也好 回升波也好 它一定都有7%10%的彈升行情 對不對 你先掌握住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先用價差的角度做切入嘛 你切入之後 它如果說接下來有機會形成波段的話 我們再跟它波段操作嘛 對不對 所以我現階段就是 帶我的會員朋友這麼做 對不對 我不斷告訴你各位 目前為止 你怎麼做最輕鬆 難做的盤各位 你一定要用對工具才會輕鬆啊 你不用跟它死報活報嘛 就很靈活啊 你就看嘛 看紅色小球 你切入之後 紅色小球都還在 你就給它安心續報嘛 中間斷掉你就給它賣掉嘛 這是目前為止 全市場最簡單 最實在的一個超盤方法嘛 我有沒有印證給你看 不論說股票也好 大盤部分也好 我都直接印證給你看了嘛 對不對 各股方面各位 利用這個方式來操作 你可不可以賺大錢 我有沒有做給各位你看 要如何去掌握住攻擊訊號 你就是利用這個方式來做嘛 有沒有做到 在分析這些股票之前 一樣 我先遵從主管機關的規定 我在節目當中所分析的 任何一檔股票 各位 我沒有跟你意圖要影響股價 所以請親愛的觀眾朋友 你隔天不要自己去追價 你追價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買進 我不會負責任的 懂嗎 如果你說你是我的會員朋友 那就另當別論 你跟著我來操作 哪個點位哪個價位 該報該賣 我都會交代一清二楚 這就是我會員的優勢嘛 對差別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各位 如果我在節目當中分析的股票 不論它有多標 你不要自己去追價 再來呢 所有過去的績效 不代表未來獲利之保證 在這個地方 沒有人可以跟你保證獲利 誰敢跟你保證獲利 他就是保證違法 主管各樣的事情 宣達完畢 那個股的部分 我們怎麼利用這個方式 來操作賺大錢 各位你自己來看看 我當時怎麼跟你講的 我說很簡單嘛 你就看一檔股票 切入後 他給你一個買進訊號 然後有求在 你給他一路報 報到他告訴你 二次買點出現 那這個地方你還可以再買進嘛 如果你前面這波沒賺到 這個地方可以切入 一樣可以切入嘛 切入之後有沒有繼續噴出去 來各位你看看這檔股票 8210的情城 是不是如此 第一個階段買點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嘛 乾淨俐落嘛 就這個地方 我們放大一點點謝謝 有沒有注意到 他就是給你一個買進訊號 出現之後各位怎麼走 他是拉起來 拉起來洗的過程當中 要不要緊張 他球都還在嘛 對不對 球都還在 你就不用緊張 然後呢 禮拜四這個地方 再度出現一個攻擊訊號 可不可以再買 當天我在節目當中 有沒有公開告訴你 這檔股票 你要好好做把握 當時這個地方 我怎麼講的 我絕對不是什麼 今天他漲停 連續跳空兩支漲停 我跟你講你看 多厲害 我們的系統指標有多厲害 各位絕對不是這樣子的嘛 在這個地方 出現二次買點的時候 我是直接給你做印證的 你自己告訴我 你憑良心講一句公道話 哪一個軟體分析老師 他用軟體分析的股票 他會告訴你 我們當天選出什麼股票 他會當天在節目當中跟你講 這一檔喔 你注意喔 我們出現訊號囉 沒有人這樣子做的啦 只有我敢這麼做 為什麼 東西好用 我就不怕你用嘛 所以當時這個地方 他出現一個攻擊訊號的時候 我在節目當中 怎麼公開跟你講的 百變 不如錄影純正 麻煩導播 不過這兩個股票之外 各位你再看看喔 8210的情城 是不是如此 這個地方 出現 攻擊訊號 出現之後 有沒有開始做攻擊 是不是噴出去 洗的過程當中 各位你不用緊張 怎麼去判斷一檔股票 他是所謂的甩教洗盤 還是說是主力要開始出貨了 我說很簡單嘛 你就看球就好了 球都還在的情況之下 你就給他安心報 對不對 有沒有在大漲 尾盤各位 他收最高 而且還在創新高 會員朋友有沒有賺錢 會員朋友是不是賺錢 這個地方我操作 我是不是一樣繼續帶你賺錢 歡迎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各位你看我在解盤解股票也好 其實你根本不會擔心 接下來大盤指數會怎麼走 對不對 指數你說今天震盪有沒有關係 你買的股票能夠連續跳空漲停板 各位你絕對有沒有關係 對不對 你講一句公道話嘛 你的股票是漲停板的 而且是連續兩支漲停板 我們會怕行情嗎 各位不會怕嘛 重點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N百變了 這個地方就是選股的技巧而已 你找到對的股票 你一樣可以輕鬆大賺嘛 你覺得選股技巧很難的 各位有一種簡單的方法嘛 就擺在你面前 有沒有 當天他出現二次買點訊號 我是公開跟你印證 我直接打開給你看嘛 我說他再度出現攻擊訊號 各位你要注意喔 有沒有注意 尾盤收這樣子啦 尾盤收最高 對不對 巨量資料是新世代的武器嘛 這絕對是未來趨勢嘛 然後隔天那一開盤 各位不到一分鐘 我說打完收工 9點25秒 直接亮燈漲停板 有沒有 那漲停板 各位你要漲停板才去追嗎 當然不是嘛 前一天這個地方 我已經公開講了 你要注意對不對 這兩標的他已經出現了 買進訊號 有沒有我直接公開跟你講嘛 講完之後各位 他隔一天就是漲停板嘛 就是連續噴出去嘛 就是連續噴出去嘛 摳訊為證 9點04分 恭喜各位 8210的情城 開盤不到一分鐘 直接跳空亮燈漲停板 再創新高 獲利全面安心報勞 恭喜恭喜 有沒有 漲停板 我請大家獲利好好報勞 你說有沒有會員朋友 第一根把它賣掉 我相信絕對有 但是各位我已經人自益盡了 你把它賣掉 你不聽我的話的 你不按照我指令操作的 各位 我也沒辦法嘛 因為股票 出來的標的我都給你了 那接下來你聽我的話 你一定會賺最多嘛 對不對 聽我的話有沒有賺最多 各位你看看今天 這個是8210的情城 今天有沒有再漲停 今天一樣漲停板嘛 對不對 今天他一樣再度亮燈漲停板 連續噴出兩支漲停 我請問各位目前為止 全市場哪一檔股票最強 不就是8210的情城嗎 情城在誰手上 我相信有這檔股票 老師絕對不多 但是呢 我們的會員就是買進 所以今天一樣 9點02分 我再跟你講 恭喜各位8210的情城 開盤跳空 再度漲停 連續兩天兩支漲停板 行情縱使震盪 我說也沒有關係 為什麼我們的股票 就是這麼強悍 恭喜各位會員朋友 獲利請安心做續報 你今天擁有的是這樣子的標的 擁有的是這樣子的方法 各位你會擔心指數嗎 你完全不會 因為股票你該賺還是賺到 你第一個階段沒有買到的 有沒有 等待第二個階段 出現攻擊訊號可不可以進場 一樣可以做進場 我早就跟你講過了 就是這樣子的操作邏輯 你自己對照一下是不是一模一樣 出現攻擊訊號 你資金小的投資票 你先買這一段 買進去之後 他如果說有機會形成波段 各位他還在給你攻擊訊號 那你再做切入就好了 對不對 這邊可以買進 這邊可以加碼 一路上來哪邊該賣 接下來各位 這個已經沒有什麼問題了 這個就等接下來 哪個點位我們該出場而已 哪個點位我們該獲利大賺而已 就這麼簡單 對不對 對就是如此嘛 你自己看是不是一模一樣 第一階段 然後第二階段要再噴出去 要跟你講要買進 買進去之後 在噴出之前 我們在節目當中公開跟你講 哪一個老師可以這樣做 哪一家的系統可以這樣做 你告訴我 大部分都怎樣 不敢當天跟你講 選出什麼股票 我們當天選出什麼股票 我直接在節目當中告訴你 剛剛VCR你都看過了 是直接出現攻擊訊號之後 就噴出去了 有沒有 沒有我沒有浪費你的時間嘛 是不是連續兩天噴出去 是不是再創新高 各位這就是方法 我今天不是要跟你炫耀 你看我們的情城有多標 你看我們的亞洲盃又再創新高了 亞洲盃等一下下半段回來再談 情城這樣標的各位 你可以注意到 我今天不是要跟你炫耀 你看我們賺多少錢 我們這個地方有多厲害 我是要告訴各位 這個地方你有沒有那個方法 你有這個方法之後各位 其實呢所有的股票 他都只是工具 我相信呢 縱使情城你沒有賺到的 接下來你用對的方法 一定會有情城第二的出現 所以接下來各位 情城漲上來 我不是告訴你 情城多厲害 你趕快來幫我們抬轎 他會漲到哪裡 會漲五成一倍 就算他會漲個五成一倍 我也不會叫你來幫我抬轎 各位你要的不是來幫我抬轎 對不對 你要的是什麼 哪一些股票像情城一樣 要噴出去之前 我們在這個地方 能夠精準的掌握到嘛 我說你找不到方法了 各位 又有一種簡單的方法 什麼方法 我幫你準備 情城第二 有沒有 這個地方 我說股票漲上來 我們要的就是把它賣掉 那賣掉之後我會去思考 接下來我們要再買什麼樣子的標的 這才是我們要思考一個邏輯嘛 對不對 所以說各位 如果說你錯過了情城 這個地方情城第二 我們呢 要準備進場做一個佈局 那會員朋友 如果說你是可以買20張以下的 你就注意摳訊就好了 那如果說你的資金非常大 超過20張 你一買可以超過20張 比如說你一敲就是30張 50張甚至可以買到100張 我希望各位你不要亂敲 你按照我的指令來做 哪個地方先進10張 哪個地方先進20張 或者是5分鐘我們買一張 怎麼買 這過程當中 你資金大的投資朋友 你跟著我來 這個地方 專線通知你進場 你不要再去追情城了 沒有用嘛 你要的是什麼 剛剛準備要起漲的 情城第二 這個地方 什麼樣子的標的 你能夠掌握到 你不是亂買喔 現階段我已經跟你講過很多次了 不是所有股票都可以亂買 有一些趨勢轉空的 各位你看206月的僑順 你要不要買 你當然不要買 我已經強調過很多次了 今天有沒有再度大跌 今天喬出來一樣 盤中再度大跌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早就已經開始出現 翻空的跡象了嘛 盤中是再跌 累積19.2 所以這邊股票你絕對不是亂買 你要買的 你要留意的 是什麼 是形態全面翻多的 是接下來題材有機會 做個發酵的個股 情城可以標 這兩張標的各位 你好好把握 基歐股 目前呢 我告訴你這一段我沒有操作過 押回季線附近 沒有跌破的情況之下 各位 這個地方會出現一個關鍵的買點 這一檔就是所謂的 情城第二 你自己看它的業績 各位我給你的股票 絕對是業績正成長的 全部正成長 那這個地方呢前面漲一段之後 稍微修正一下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修正往後如果說 再度出現一個攻擊訊號 就像情城一樣 都可以 它這個地方再度出現一個 二次的攻擊訊號 要不要把握 我說各位 不用再等了 就這一檔 你資金大的投資朋友 我會另外幫你做安排 你資金小的投資朋友 注意call訊就可以了 所以你現在不知道該怎麼做的 好好把握 我們先休息一下 帶回來 好 喜歡就在這裡 57瓶大字幫 原始雅院 秉持專業連連得獎 加入品封投股 讓您登上股市高峰 品封投股優質專線 領化295席1111 成就股市財富 分享過濾喜悅 慎選精英招牌團隊 登上股市財富 登上股市財富 品封投股穩握財富 急速拨打 獎運專線 02-2957-1111 2957-1111 2957-1111 秉持專業連連得獎 加入品封投股 讓您登上股市高峰 品封投股優質專線 02-2957-1111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附的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最佳理打鼓也是膽有 好 歡迎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各位 現階段 如果說你有方法 其實行情 各位你根本不用緊張 真的就是如此 這兩天就是最好證明了 行情指數出現震盪 我們的股票呢 該漲停的還是漲停 創新高的還是創新高嘛 對不對 亞洲杯今天一樣出來創新高 我們用什麼方法 各位就用這種方式嘛 你這種方式做就是最簡單的嘛 你不用跟它死報活報 該報的時候要報 該出場的時候就是要出場 你不是死報活報報到最後呢 問題就出來了嘛 對不對 你看到現在呢 還有哪些股票 今天行情震盪它可以再創新高 上個禮拜 我跟你分析到這兩標的 61C的博程 有沒有 盤中還有上影線 尾盤當天它收漲停板 為什麼 因為它出現攻擊訊號之後呢 然後那立刻大漲 你不用買在什麼 無位的時候 對不對 震盪過程當中 你不用理會它 出現關鍵的拉塔 要跟你講 準備要噴出去了 噴出去之前 跟你攻擊訊號 沒有噴出去 今天行情震盪 它一樣再創新高 這過程當中 我說我的系統 不會給你隨隨便出現訊號 有沒有叫你隨便亂買 也沒有啊 關鍵時刻到了 出手 出口之後噴出去 所以你知道方法對了 其實各位這個地方 還有很多機會 我們的股票呢 我們也沒怕過嘛 行情在這個地方呢 你覺得好 9000點到了 是不是沒有辦法賺錢 我們股票呢 亞洲盃一樣再創新高嘛 所有會員都賺錢啊 對不對 是不是所有會員都賺錢 這個地方 當時它打回來的時候 我怎麼跟你講的 我說各位不要亂砍嘛 不論漲跌 我都會跟你做追蹤嘛 堅持才能夠看到更遠的風景 今天有沒有再創新高 各位我們是不是堅持 看到更遠的風景 就是如此嘛 當時打下來的時候 有沒有跟你講 我怎麼告訴你的 我一樣跟你做追蹤 這個地方我沒有閃過 我從來沒有閃過 我看好的標例就是如此 我也延續的 持續的幫你做追蹤 各位你要的就是 這種安心的感覺嘛 不是嗎 當時這個地方 我怎麼跟你講的 百變不如錄影純正 麻煩導播 我 我今天也沒有辦法 一檔一檔 檢視給你看 對不對 我不知道該怎麼樣子做 才能夠幫到你 所以我說 我開放遠端嘛 就這麼簡單啊 該堅持的我們會堅持 不該堅持的 我們也會賣嘛 亞洲杯 今天也受到影響 我說我這個人 做人做事 向來就是如此 有什麼講什麼 對不對 我不論漲跌 持續跟你做追蹤 盤中你看起來是OK 我盤中來看 他已經收十字線了 所以不怕嘛 重點在方法 歡迎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各位 重點在方法嘛 有方法你就不用怕了 好不好 這個地方我怎麼跟你講的 繼續幫你做追蹤 有沒有噴上來 立刻大漲了嘛 大漲漲停板 各位我們賺錢了嘛 親愛的會員朋友 是不是如此 對不對 開始賺錢嘛 然後呢再創新高 有沒有賺更多 是不是賺更多 然後呢再創新高 有沒有賺更多 一樣賺更多嘛 然後禮拜五這個地方 他整理一下 我怎麼跟你講 一樣亮縮整理非常合理嘛 這邊已經漲了一段了 這個地方稍微休息一天 一天沒有關係嘛 所以非常合理 你不要亂賣 堅持才能夠看到更遠的風景 對不對 當天呢 這個地方打下來的過程當中 我一樣跟你講 上個禮拜五 我說免緊張啦 亮縮震盪我看得懂 你安心抱就對了 今天怎麼走 今天是不是再度大漲 今天一樣再度大漲嘛 盤中這個地方 一樣再創新高 是不是全國的會員朋友都賺錢 是所有的會員朋友這兩股票都賺錢喔 我們全面大賺 所以這個地方可不可以賺錢 絕對可以 但重點在於你要挑對方法嘛 用正確的模式來幫你嘛 對不對 各位你今天多多包涵啦 因為英朗老師目前還在發燒 所以解盤有時候聲音出不太來 各位你們多多包涵 但是呢 雖然如此我還是非常專業 秉持有專業精神 我還是一樣持續的在這個地方為大家解盤 我相信各位 今天呢 雖然我發燒 但是呢 不礙於我們的股票漲停板 我們股票還是創新高 我股票比我還要燒啊 對不對 我們的股票有沒有再創新高 是不是比我還燒 有沒有 是不是連續兩天兩次漲停 8210的秦城一樣再噴出去 各位 再創新高 但創新高之後我說了 你也知道我的一個風格 我不會帶你去追 我不會跟你講 你看秦城這場標的未來基本面有多好 然後列了一大堆告訴你 未來會漲個五成一倍 你趕快來幫我抬轎 各位這一項都不是我的作風 我要的是什麼 我要的是各位 你真的 在這個地方 你覺得操作很困難 但是你有心 想要賺錢的 你真的想要在這個地方好好賺一筆的 不要說指數已經創新高 你都還沒賺到 那該怎麼辦 就是要找到一個對的方法來做 你今天有方法 你不用來找我 你沒有方法的各位 我把方法給你 我怎麼做 我今天不是要跟你炫耀 我們秦城有多厲害 我相信秦城都只是一個過程而已 因為我們只要能夠找到新的方法 找到這個方法 然後去布局什麼 類似秦城的這樣情況的標的就好了 所以我說各位 秦城第二 就是我們接下來準備要佈局的股票 各位親愛的會員朋友 觀眾朋友 這個地方你也知道我作風 我不會帶你亂買股票 秦城第二 我能夠掌握到 我就是準備要帶你進場做佈局 會員朋友的部分 你能夠買20張以下的 你看call訊就好了 那會員朋友如果說你這個地方 你的資金非常大 你做亞洲杯有賺錢 秦城有賺錢 其他股票都有賺錢 那如果說這個地方 你也認同我的一個操作方法 你想要 好好找一檔股票 來操作的 我說 你好好把握 因為這兩標的呢 如果說你可以買30張 50張 甚至100張 你不要一次買 懂嗎 我會分批帶你買 這過程當中到底要怎麼做 哪個地方先佈局個20張 哪個地方呢 5分鐘買一旁 哪個地方呢 再給他敲個50張 怎麼做 這過程當中 我都幫你設計好 所以我說各位 如果說你的資金夠大的 我專線通知你進場 就這麼簡單 所以各位 情城第二 你好好把握 目前回測到季線附近 我在等待他的一個攻擊訊號 出現之後 我們就是做進場 為什麼 因為他業績非常好 幾乎正成長 那現在礙於大盤的部分 他稍微震盪一下 我說沒有關係啦 回來這個地方 哪個地方該買 你要好好把握 不要漲停板再來追 好不好 所以你不知道該怎麼做的 今天這檔股票 情城第二 跟你做分享 好好把握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 再見 謝謝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好 謝謝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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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省水器材輕鬆省 Check 茶樓一滴也不浪費 Do 水回收利用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費不知珍惜 老天爺給再多也不夠用 你今天愛水了嗎 登上智庫高峰 品封投顧穩揚財富 勤速拨打轉運專線 02 2957 1111 2957 1111 秉持專業連連得獎 加入品封投顧 讓您登上股市高峰 品封投顧優質專線 02 2957 1111 成就股市財富 分享過濾喜悅 慎選精英招牌團隊 登上智庫高峰 品封投顧穩揚財富 勤速拨打轉運專線 02 2957 1111 2957 1111 謝謝你的幫助 讓我們有一個溫暖的家 想幫助別人卻不知道該怎麼做嗎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過租屋服務平台 租給有需要的人喔 不僅可以免費張貼租屋訊息 最高每年還可獲得一萬元的修繕補助喔 目前已有六個縣市加入租屋服務平台的行列 請上網查詢詳細說明 租屋服務平台 愛屋及屋一起來 內政部營建署關心您 是你習慣把自己封閉了 而不是這個世界封閉了你 嘗試著走出來吧 離台北不夠二十分鐘的海科館特區 不只有山有海還有一個櫻花秘境 公寓的價格別墅的格局 可以嗎 可以嗎